古代有八格妖怪吧 八格妖怪都很醜啊 最醜八怪 不是 為什麼會叫罐頭笑聲 罐頭的意思就是那種 哈哈哈哈 不要解釋 大家好 我們是三個馬關 我是小兵 我是小兵 我是雅比 今天我們要進行的是 無意意志大潛秘 生活中有一些看似無意義的字詞 可是大家平常都常常聽到 也知道意思 但究竟它的由來到底是什麼呢 所以說為什麼叫毛泡呢 那這幾個月我們又收集了很多無意義字 我們就立刻開始囉 SELLO 第一個是 迴龍叫 欸 跟雞有關係嗎 雞嗎 沒有關係 龍字不是鳥喔 鳥龍啊 雞龍啊 沒有關係 等一下 跟那個爐洲迴龍有關嗎 它原本的原意是 迴龍一樣是爐洲的迴龍叫 龍就是龍啦 這個Dragon 所以跟中國古代的龍有關喔 古代的龍會聯想到什麼 皇帝 所以咧 喔 是皇帝回去睡覺 上完早朝回去睡覺 然後都是大概三四點 就要去上早朝 什麼時候去 很早很早 所以我不要當皇帝耶 你也沒辦法 啊 可是因為平民 不能直接講說是那個龍嘛 他不能稱自己是龍 所以他們就是衍生衍生之後變成 逐步的龍 變迴龍叫 對 就是迴龍叫的遊覽 哇 這個很有趣耶 接下來第二題是 醜八怪 對耶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叫醜九怪 醜一怪 醜二怪 古代有八個妖怪吧 八個妖怪都很醜啊 所以醜八怪 類似什麼神 也是不是神 你是要說八仙過 八仙過 對對對 啊 我知道 對 這有關就是 八仙過海嘛 那八個仙人嘛 然後有人要 講很醜 不是不是 這不能講講 平凡人啊 他們要故意就是 假裝自己是那個八個仙人 結果沒想到就是很醜 根本就是醜八怪 哎呦 講不錯耶 跟八仙過海一點關係 可以早說嗎 可是那個八是實質上的八 沒錯 你只要擠滿這八個罐 你就會很醜 跟貝貝講話 第二怪跟烏龜講話 第三怪 不是 第一怪 第二怪 然後你擠滿八個罐 你就超醜 對 你們可以先猜他們的職業 皇帝 不是 不可能 啊 詩人 差不多就藝術界的 他們是 書畫 書畫家 哦 然後咧 為什麼咧 因為他們的畫得很醜 因為他們看不懂他們的畫 好 那要跟你們解釋一下 其實醜八怪 真的是八個人 他們是揚州的八怪 所以他們很清高 可是也很狂泛 所以他們畫得出來的東西 當代人就會覺得說很不合時宜 所以就會說他們是醜八怪 然後到後來大家就開始說 臉長 相貌不佳是醜八怪 有一個很大的肥皂廠商 他們贊助 然後例如說那些都是黃金時段的劇 八什麼 周六晚上八點 然後睡覺 他們肥皂劇 然後都會勾斜 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們肥皂嘛 我們洗在身體上面 就是洗上去 沖掉啦 那不是跟那種八點當一樣 你看了之後就是 對 然後又看你又可以記起來 跟著看這樣子 對 然後不是 你答對了 蛤 肥皂劇是於1920年代 在美國的收音機廣播節目中興起 你剛剛講對的 就是一個很大的肥皂廠商贊助他們的廣告 贊助他們 然後就是 是PMG寶橋公司 哦 對 然後呢 因為 那時候的 廣播劇節目啊 都是在白天播的 那你們知道 那為什麼 為什麼白天要放肥皂的廣告 因為通常都是主婦 然後主婦會比較去買grocery之類的東西 對 就是在白天的時候 都是家庭主婦會收聽 他們的TH全都是家庭主婦 所以他們就會放那種肥皂 生活用品系一類的 所以他們是肥皂粉 肥皂粉 看肥皂粉 那下一題就是 為什麼要叫 王 蛋呢 王八蛋 他們覺得王八蛋比三次經難聽 所以他們不敢講出來 古代姓王的廚師 他會炒八種蛋 會切爪蛋 蘿蔔蛋 欸 蔥蛋 九神塔蛋 滑蛋 真蛋 皮蛋 鹹蛋 哎呦 王八蛋 他很好人言 欸 對耶 我猜可能是古代有一個姓王的人 那他在科舉考試裡面 考了八個零分 王八蛋 所以你要罵別人的時候 你就 你王八蛋喔 這樣子 你們可以念諧音一點 王八蛋 忘 忘 八蛋 忘八蛋 忘八蛋 好啦 我直接講 他叫 旺八端 八端是 李 你 憋 憋 恋 恋 修替 忠信 你忘了做人的根本 忘記啦 忘記的就八個端 所以就是說 是個不忠不孝 不信不義 無憐 無恥之徒 所以才會叫做 王八端 叫習慣了就變成 王八蛋 叫習慣會變成王八蛋嗎 王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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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蛋 王八端 下一題是 狗 屎 運 是運氣戰啊 因為你把所有的壞運都在這一件事情上 所以你自從踩到狗屎之後 你的運氣會變好 不對 你在路上 能踩到狗屎 那個機率已經是很小了 很低了 對啊 啊你還去踩到它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啊 你踩到狗屎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 以前該不會是古代有辦一個比賽 狗屎大賽 對 找到狗屎的人會有錢 屎 它可以幹嘛 可以當肥料 這為什麼是狗啊 就這個是一個關鍵耶 還是因為狗跟人比較親近 所以它的那個屎去用肥料比較好 肥料比較好這件事情是對的 所以它的狗屎比較乾淨 不是 我直接來聽跟你們說了 那其實跟以前的農家的社會有關係 因為呢 屎可以當肥料的一種嘛 所以說這些動物隨處散落的大便 就是最好的肥料 對 可是狗狗的話呢 他們其實比較喜歡在 例如說像草堆啊 或是樹的旁邊啊 或是電線桿底下之類 比較隱蔽一點的地方大便 肥料它的營養價值比較高 如果減到狗屎的話 難度比較高又比較好 所以會說是狗屎率 竟然是這樣喔 可是我今天早上就在想說 狗屎真的可以拿來當肥料嗎 就是我有去查了一下 它們中間還要經過一些過程 你不能說狗狗屎可以當肥料 那我家的狗屎率大小便 我是在幫你吃肥 不可能這樣 因為中間還有很多程序 我的下一題是 脫油皮 一個累贅 可能一個女生要再婚 那它有小孩 大家會說小孩是脫油皮 對 就是這個 你們可以從這個方面去想 他家裡很多油 他都要炒菜給小孩子吃啊 他家裡很多油 所以他帶了很多油 很多小孩 他把小孩藏在那個油的瓶子裡面 所以他可能嫁妝裡面 他把小孩藏在裡面 好可怕喔 其實後面兩本是原本不是油瓶 水瓶花瓶 油餅 你這個很像 油餅喔 油餅 對 你脫了一個油餅的孩子來我們家 因為呢 古時候寡婦再嫁 後夫娶寡婦為妻子 通常他們家境就是不太好 那舊社會天災人物又很頻繁 一旦那個寡婦帶來的子女啊 有什麼傷殘 單長兩端 往往會引起前夫親屬的責難啊 所以呢後夫會 為了避免這類的糾葛 他們在娶寡婦為妻子的時候 就會請人寫一個字句 講清楚前夫子女生來的時候就有病 所以人們就把再嫁婦女的子女 稱為脫油病 那因為這個脫油病跟脫油皮音很近 所以後來就傳傳傳 然後就變成脫油皮了 好下一個 你算哪根蔥 他的蒜會不會是蒜頭的蒜 不是 古代那個蔥太便宜了嗎 路上隨地都可見啊 蛤 對了 有一點接近了 是喔 平常你做菜的時候 蔥大概是做什麼使用的 蔥就只是配料啊 所以你只不過是一個配料而已 你算哪根蔥 我來講一下為什麼 因為菜市場裡婆婆媽媽 在買菜的時候 老闆可能會說 哎呀 兩把一起帶啦 我再送你一些蔥啦 所以蔥其實扮演的是 沒價值 對 就是被送的角色 所以它其實不重要 但如果她要吃蔥蛋蛋 蔥就很重要了 對啊 那就不能說你算了 可是 可是因為你沒有蔥的話 你帶來就給吃啊 那就要不能吃蔥抓餅 那你就吃蛋餅 哈哈 好換我了 下一題是 鹹魚翻身 你原本是一個很 很不起眼的那種 小人 小人 然後你翻身 一躍變成那個公司的老闆 從很落魄聊到 馬雀變公主吧 馬雀變公主吧 對我就是要講這次 馬雀變公主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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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家是賣鹹魚的 就是 他們 我知道 我知道他的故事會不會怎麼樣 我也可以幫他講 好來 就是有一 古時候 有一家人他們 是賣鹹魚的 然後呢 他就一開始 好貧困窮困潦倒 沒什麼人來買 總之他們後來呢 研發出一些東西 他們投資成功 他們家 非常有錢 鹹魚翻身 我知道了 好 就是這個鹹魚啊 能力不太能讓他們 就是 這樣子翻過來 就好像是要當鹹魚喔 所以呢 如果這隻鹹魚 他可以用他的能力 他身體的那個素質 給他 翻過來 這個鹹魚很厲害 我覺得他95分了 哇 其實鹹魚翻身是廣東那邊的鯉魚 那其實一開始的身 並不是身體的身 是生 生存的那個身 那意思其實就跟方愛說 有點像是起死回生的感覺 你在你出海捕魚的時候 你的魚如果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帶回來就是臭掉爛 對不對 所以他們要眼巴先醃著 以免發蟲 對 所以說 帶回港的時候呢 這些魚照理來說都已經死掉了 可是有一些魚 可能你都被淹過之後 欸你居然還活著 還在那邊跳來跳去 還翻身 就是翻身變成活的的感覺 所以我們會說 生命力很強 很厲害 好我的下一個是 為什麼要叫 暈船 就是我喜歡上的某個人啊 我看到他我就覺得 喔小路亂撞 然後我暈船 他們在船上 遇見彼此 奇怪 他怎麼一見到他就暈了 肚子只是船 讓他暈了 欸其實我想講的很像耶 欸不是 你們知道現代的年輕人 我看我有查網路上 他們認為暈船是已經發生關係了耶 蛤 因為他們說要先上船 才會暈船 你們知道下海是什麼意思嗎 下海捕魚啊 不是 就是女生賣生啊 或是要下海了 照理來說他常下海 應該不會暈船啊 可是他去暈船了 代表說沒有動性 暈船的不是幾年 是故客人 對啦 封城女郎也被稱為船啊 因為船下海嘛 那些嫖妓的人 就是坐船 所以客人迷戀封城女郎 就會成為暈船 下一個 放你一馬 我放你一馬啊 我原諒你的感覺嘛對不對 對 古代可能有一個人 他做錯了某件事 他的馬 不小心在路上 往後踢了 踢傷了就是小女孩 那個小女孩爸爸氣急敗壞 把那個馬整個綁起來了 挖盪板 這個沒有鞍鞍啊 你再講一次 我要大把啊 煩欸 就是那個 後來那個馬的主人 就一直道歉一直道歉 拜託拜託你原諒我 發現那個父親想說 算了啦 原諒他啦 所以呢他想說 好啦放過你 我這個馬給你啦 放你一馬讓你逃走 你先找 什麼這個馬給你 對啊馬給你啊 他還是騎在馬上 馬踢你 好煩喔 是讓他一馬嗎 對 讓你一個馬 你先過來我再攻擊 不是 不是 他其實是出自三國演義 赤壁之戰 喔 曹昌 對 曹昌不是大敗嗎 就要從那個華榮道逃走 他被關羽逮個正招 然後立馬捕出他的去路 然後關羽因為念在你知道 往日的 情依 對 然後就讓開馬位 然後使得曹昌得以逃脫 就代表放你一馬 啊所以為什麼不用 什麼放你一驢 放你一牛呢 就是因為馬 通常有關於奔跑的聲音 不是都是用馬嗎 打仗本來就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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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們不會去想說 什麼呢 我們沒有移動 為什麼不是羊呢 為什麼不是獨角獸呢 下一題 為什麼會叫罐頭笑聲 罐頭音效就是那種 哈哈哈哈 所以罐頭音效是大家很常聽到 我的屏幕叫做罐頭笑聲 你不要三次改編 這笑聲不是音效耶 我就一直都說罐頭笑聲 他一直在罐頭音效啊 就是一成不變 就 裝 裝 蓋起來 所以呢罐頭笑聲就是 永遠都是那一個罐頭 那罐頭可以保存很久 你答對了 我沒有 沒有 壓縮檔 罐頭要壓縮 密封起來壓縮 然後這個壓縮檔就丟上去 大家都是下來這個壓縮檔 就是罐頭的笑聲 你們往消費者的方向去想罐頭的特性是什麼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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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都是一樣的方式開 不是 是很便宜才30塊 不是啊 罐頭還 都是一樣的包裝 不是 喔 我好累啊 由於錄製好的笑聲音樂播出來都是千篇語律的 所以就好像罐頭的食品吃起來 總是同一種味道 所以呢會說這個叫做 本集最後一題 為什麼要叫 他好像不知道什麼意思 撒狗糧跟撒狗選不是一樣的意思 撒狗糧是很愛啊 嘿 你不要一直在撒狗糧了 我眼睛很痛 欸 曬耳愛 不是不太會運用在這個情景 因為撒狗糧通常是很開心 有一個主人糧了兩隻狗 主人丟給他狗糧的時候 他們都會 太狗血了 好奇葩喔 好厲害 因為狗狗呢 一有糧食就會很開心 他們一看到食物就很開心 所以觀眾就是狗 嘿嘿嘿 撒狗糧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很開心 所以撒狗糧 你這邊講的都對 但缺了一個關鍵 幾個字 三個字 最後一個字是狗 單身狗 對啦 所以你要撒狗糧啊 撒什麼單身狗 是指單身者目睹了那種情侶公開秀恩愛的過程 感到心情很愉快 那這通常都是指那種受壞的明星情侶啦 就通常是看劇或是明星 另外一個詞是稱發唐 有這個詞 那可是這個撒狗糧是你被撒得心情很愉快 另外一個詞是你被撒得心情很差 他叫什麼 他也是被甩 他虐狗 對啦 虐狗 單身者看到這個過程是覺得 很不爽 你在虐我們你虐狗 對對對 沒錯就是這樣子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幾個月收集的無意義致詞啦 耶 那以上這些題目 大家還有聽過什麼其他的說法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朋友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按鈕鈴鐺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那我們這個 那這個幾個 那這幾個月 那這幾個月 什麼幾個 幾個 沒有 因為剛剛 講了一樣的話 我講了一樣的話 我的錯 為什麼叫馬後胖呢 嗯 我說為什麼這樣 例如說 不用這樣沒關係 你在一個點上有拆一拆啦 對 其實剛剛方愛講了一個 差一點點的 欸你要說欸 先說聽得到後面講的其他 要幫到關注 你們往消費者的方向去想 不要玩那個 不要玩 就是有加工嗎 哇 還是 還是是因為 有誰在講話 對 好大聲 邊看的時候都要邊吃零食 然後那零食就是狗糧 哈哈 因為直接吃生鮪魚是紅色的 然後鮪魚關頭 我知道那個魚是要剁碎的 好 我來講一下 因為韭菜它其實是一個很堅韌的食物 喔 會割人 它很 不是 不會 鮮韌 鮮韌 努力